八马台风离开台湾已经快一个礼拜了 没想到上个周末 豪雨又继续下载宜兰 造成东山乡跟大同乡淹大水 这个礼拜一 东山乡跟大同乡的韩西村 又停止上班上课一天 韩西村的华兴部落 成了这两周台风豪雨 全台湾受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今天我们要带你来看 在八马台风重创宜兰 那几天 韩西村这个泰雅族的部落 做了哪些应变措施 村民的安置状况 以及灾后的情形又是如何 记者李琼岳 周明文的采访报道 10月5号下午 八马台风依然在宜兰呼风唤雨 我们跟着大同乡的乡长 陈俊林的车子 一路开往河水暴涨的韩西村 九十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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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茂哈用说 八马台风是他这辈子碰到最大的风灾 我已经一看到我 马上掉原来没办法 廖方圆一家七口就住在这里 还好他们已经提早一步撤离了 从来没有看过 这个水会飘来飘去的 就在韩西村快半个世纪了 李正道没有看过这么恐怖的景象 韩西国小的餐厅 工作人员正在分发睡袋 可以吗 可以了 好好 被安置在这里的杨茂哈用 今年已经九十岁了 他跟八十七岁的凯亦哈用 是华兴部落里年纪最长的其朗 阿兵那个人陪我回来在这里 阿兵会带带来 对 八块头路老了 这里一共安置七十四位的灾民 今晚他们就睡在幼稚园的儿童寝室里 小林村的第二个 怎么没有那么严重吗 对 没有严重 对 就 不会 不会 不会那么严重 只要说我们这边 能够说 我们彻底是我们先预防 对 因为我们是怕说 会有那个情形像小林村 不是我们先错 晚上要睡在这里的灾民 最小的只有一个多月 我请大家就安心 大家这边 等这个过去以后的话 安全无疑 我们再回部落 我们现在将近有一半的部落 对外没有办法联络 因为我们的道路已经阻断了 那么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在灾害之后 赶快把这个灾害能够把它复建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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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讲每一个都有 我们要学谁牧师 感谢上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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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里面是空的 下面没有土啊 那个土没有啦 空空的 你踩下去垮下来 我们也差不多要走了 六号一大早已经断成两半的寒息大桥 虽然已经拉起了黄色的封锁线 但是有很多的民众在围观 讨论起自来水公司的车子 是怎么冲到桥底下的 因为我们是看到我们的配水 我们有监控 我们看到配水池已经快没水了 而且卸降了很快 所以我们来紧急抢修 那经过这里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桥断了 我们就是先评估嘛 就评估之后 就是要先打开车床 打开之后 发现一边是可以走的 然后我们就先走 我们就赶快爬出来 对 瞧不通两边的村民 只好这样惊险地走过来走过去 住在韩西大桥旁边的村民 回想起桥段的那一个晚上 至今还是心有余悸 差不多晚上11点40分的时候 一碰着那个水 一直就流走 水从哪里流走 从这边啊 从那个上面啊 我拿了那个鞋灯筒 我一直看 我看到那个水 从那个上面 哇 我就马上拔掉到韩西说 哇 那个水就破掉了 就流走了 哇 看到那个水满满的 这不是这些水满的水满不少 我们还是要 ряд 在那里的水满水满 那里的水满